銀色修旅車180度翻覆 在國道上消防人員到場展開搜救 傷者的鞋子都飛了光著腳躺 在單架上移動也不動 消防人員一路幫他做CPR送上救護車 送完這名傷者另一邊還有 因為這起車禍總共有六人受傷 其中五人傷勢嚴重 意外怎麼發生的 在凌晨2點06分 汪線駕駛開著鷹色修旅車 從國道4號扎道開下來 準備進入國一的南下交流道 在中途卻擦撞了坐側護欄 整台車翻覆到國一的路間 車上五個人飛出 三個人躺在草皮上 一人飛回國四的扎道 一人躺在車旁 其中一人還在車上 總共造成四人死亡 那警鐘一名傷者他也飛得滿遠的 距離這個翻覆的車輛 應該有30公尺之遠 所以是被甩飛出去的 是 凌晨事先不良 加上附近又有雜草 草長得長 人飛出就埋在草堆裡面 增加了搜救的困難 救護人員 花了快一個小時 才找到所有的傷者 在現場搜尋 花了一段時間 因為他有的是 被一個比較草的草棕 把他覆蓋住 那我們是把草都 把他放開了 結果才發現 他躺在裡面這樣子 駕駛疑似是因為操作不當 在國道擦撞翻覆 車上的人數又超載 加上可能是沒洗安全帶 六個人有五人被拋飛 釀成四死 至於詳細的肇事原因 還有待釐清 接著李萌章另一位置身景 陳台中採訪報導